再来 有孩子了吗 有了 两个呢 老大在上海工作 搞对外贸易 老二呢 明年大学都毕业了 你呢 我没有 没结婚呢 没 怎么 家里也不催你啊 催 怎么不催 这不是没碰到合适的吗 行 回头啊 我给你接手 好 我给你接手 林队他什么情况 后遗症呗 什么后遗症 一一年 抓强奸犯的时候摔的 当时 林队他爸还是我们队长 我从二楼摔下来 他正好摔到一块木板上 三根钉子全扎进去 现在遇到天阴下雨 胳膊就抖得厉害 林队 那是 一五年 当时他还没调回来 还在戈壁的县里 那次啊 正好和他爸一起 到贵州去开会 那时候偷车的人很多啊 汽车 摩托车 什么车都偷 四川 贵州 重庆 这边偷了那边卖 那边偷了这边卖 反正是乱得很 就想 开个会 讨论一下怎么解决 结果啊 就在贵州 碰上了几个盗车贼 根本来不及反应 他们开着车 直接把他们眼俩撞飞了 当场 他爸就被撞死了 他也被抓去了两天 还算运气好 自己逃出来了 伤手抓到了吗 事情发生在贵州 一直是那边负责调查的 听说 他们在撞车现场 采集到了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血液样本 但是凶手到现在也没找到 而且 他爸爸的尸体 也没有找到 他就怎么换了 他也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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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过 他也没想到 他也没想到 他们也没想到 就 他也没想到 去 这台湾 他就 不过 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大 往李嘉柜子里放照片的就是这个男的 身份确认了吗 暂时还没有 正在问 不过应该是李嘉的身边的人 想办法找到他 好 直接 别说了 速战速决吧 好 哪儿来的 来的 哪儿买的 贵州 贵州 知道非法持有枪支判多少年吗 为什么要来 还不准备说 二十三号晚上 你老婆李嘉嘉出事的时候你在哪儿 郑州 是吗 是在郑州吗 我 在隋宁 我老家 为什么买这票 为什么说自己在郑州 够聪明的啊 弄个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明是吗 你以为这样就能骗过我们 我没想骗你 那你想干啥 就我叫周军的 在我那儿赌钱 欠了我六万多 一直不还 后来我们去找他要账 就把他下面给弄残了 他就说要包袱我 说要弄死我全家 我就想到这个办法 假装去郑州夺夺 周军 周军是谁 是用我查阅赌钱的 你不是很牛逼吗 枪你都有你怕他呀 我后来才知道 他舅舅是失伪的 我斗不过他 你觉得我能信你吗 不行你可以问他 你们结婚多久了 六年多 六年多 他跟你在一起生活了六年多 照顾你的衣食起居 你下得了手吗 我说了人不是我杀的 我知道 你找人杀的 我没有 你不是说不认识他吗 认识吗 他是我老婆 我就是干尽了所有坏事 我也不可能杀他 崇江路三十三号五零七对吧 你们开茶园 巨众都不翻高丽带的窝点 我们已经全端了 跟你一块干的那几个人 也都全招了 加上你身上的毒品和枪 你跑得了吗 为什么要选赵上松 我不认识赵上松 黄将龙呢 是不是他干的 不是 那是谁 我不知道了 你不知道你怎么说不是他 你不是让黄胜龙监视你老婆吗 我是找人去监视他了 可是我没想怎么样 为什么跟踪他 因为 因为 因为他外边有别人 因为他外边有人 所以让黄胜龙去弄死他是吗 我根本没想过要怎么样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是接到你们电话 才知道他出事了 这么说 这一切都是黄胜龙自己的主意是吗 他现在人在哪儿 我不知道 你让黄胜龙跟踪你老婆 结果他把人给杀了 你却不知道他在哪儿 他跟我法师说人不是他杀的 你信吗 信不信 江文明 你说人不是你杀的 我信你 但现在 我们在费尽心思调查你老婆的命案 你还有没有人信了 王胜龙现在在哪儿 王胜龙现在在哪儿 有火吗 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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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为什么抓你吗 人是你杀的吗 不是 你可想清楚了 焦伟敏人都被抓了 他让你跟踪他老婆的事 他也招了 你还替他顶报啊 我真没杀人 我只是帮他调查 他老婆出轨的事 焦伟敏的说法跟你不一样啊 你搞辆别人的车去杀人 怎么想的 在哪儿学的 什么在哪儿学的 我根本什么都没干就 我请求文明三千块钱 他就让我帮他干这个 其余的我什么都没干的 我放着找为三千块钱去杀人吗 你家长得不错吧 调查他的时候没忍住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呢 我家里还有老人 我无缘无故干吗杀人呢 你跑什么呀 二十三号李家出生那晚你在哪儿 在南天门和一对兄弟唱歌 哪些人 张凯 麻子 周全民 你我哪知道麻子是谁啊 赵新国 刘洋 周波 立军 另外几个都是他们叫的 我不认识 江卫明说那个周晶也确认了 不在场证明 作案动机 刑事风格 都不符合条件 这件事应该跟他没关系 我们还查了南天门KTV的监控 二十三号晚上 黄胜龙和他的朋友的确一直在那儿唱歌 虽然的口供也都对得上 那就是说 这里边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凶手 对吗 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影响 这家网约车公司一下蒸发了什么几个亿的市值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我们都不去管他 但有一点不好啊 现在 负面东西越出越多了 还有人甚至怀疑说我们在 故意隐瞒真相 李佳佳和赵丑总两个大伙人 说没就没 他们却只知道网约车和骂警察 那这也不是咱们能控制得了的事啊 现在商界还要求咱们呢 康世两天能不能先公布一下调查结果 安抚一下舆论 这肯定不行 一旦案情公布出去 不仅会妨碍调查 甚至还有可能造成凶手逃逸 那就抓 局长 这也得需要时间呀 时间咱们有 从现在开始 四十八小时 我了解了一下赵伟的情况 他是因为在失礼办案的时候 弄伤了人 被处分了才调过来了 林队 赵伟哥让你们去趟监控室 抱歉 这个是黄胜龙跟踪李佳佳去医院上班的视频 之前我们也都看过了 没什么问题 这个 是李佳下班之后从走道出来 李佳佳 后面跟踪他的也是黄胜龙 一直到打庭 也是一样的 连续几天差不多都这个情况 也没什么问题 一直到李佳佳上车之后 注意看时间 22号也就是李佳佳出事前一天 可以看出他几乎每天都差不多这个点出来 然后叫车离开医院 跟在他后面的 黄神龙 但关键不是他 而是这个 仔细看一下他的鞋跟裤子 再对比一下凶手的鞋跟裤子 这才是真正的凶手 有拍到他的正面吗 这是全部视频 我已经调查过 这个人在李佳出事之前 19号 20号 22号 分别都出现在医院门口 一直到李佳上车之后他才离开 老大 往李佳佳储物柜里放信那个人找到了 李赫 江口证人 现在在电视台上班 是电视台的一个摄影师 家庭住址是长宁路西运小区二花楼404 他家庭住址是时代替他 好 来吧 你和李佳佳是那种关系啊 你知道他结婚了吧 之前为什么在心里面说 杀害李佳佳的是郊伟明 佳佳跟我说的 他怎么跟你说的 那男的就是想控制他 经常打他 很多时候他都不愿意回家 就都走这儿了 跟李佳佳怎么认识的 我平时除了拍新闻图片之外 还会拍一些人像广告这些的 一开始是电视台找的他 因为他参加过电视节目有经验 所以就会找他 他参加的什么节目 很久之前的事了 一个选秀叫 全面偶像 这都是那时候的他 差不多零八年零九年的样子 你不太瞎了 你能不能用 你能用它 带你去吧 你能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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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能用一支 我帮你做的 你能用它 你能用它 李佳佳尸体找到那天 你是不是去河边了 我是说有点印象 看后面这男的 赵长松 他们怎么会在一块呢 这些照片我们能拿回去吗 当然可以 这些照片都太旧了 基本什么都看不清 至少可以说明 赵长松跟李佳佳是认识的 他们两家人都说不认识对方 我还专门查了李佳佳和赵长松的通信录 都没有对方的记录 邮箱 微信 QQ 啥都没有 银行账户也没有往来 试试修复这些照片 看看有没有可用的信息 好 没问题 对了 他们根据赵长松车里的头发 检测出来了凶手的DNA 但是和数据库里的所有数据都对不上 黄晨龙的周军呢 也对不上 这么说凶手没有前科 赵长松的女儿在外边坐了一天了 你没必要在这儿等 我们调查也需要时间 这件事儿真的是我爸做了吧 回去吧 等有了结果 我们会通知你的 这件事儿的事儿 你怎么在贵州的时候 我听说一些 为什么没继续查下去啊 你怎么知道我没查 如果查了 怎么可能一天进站都没有 那天在矿冬的事儿 我真的向你道歉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 别这么婆婆妈妈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还没说 来 张伟 我对你个人没什么意见 也不关系你过去经历过什么 但是有些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说清楚 我们虽然是同事 一起工作没问题 既然你是来协助我办案的 就得照着我的方式来 懂吗 明白 回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是从李鹤那里拿来的照片 昨天晚上修复了两张 早上一看吓了我一跳 你们看 这里 赵长松 放大出来是这样的 但是 他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 五年前 长顺码头惠人酒店杀人案 被害人李子欣 赵长松 李嘉嘉 李子欣 同一张照片分别三个人被害 什么情况 他们的死不会有什么关联吧 这个案子之前破了吗 当时 是你爸和王菊一起负责这个案子的 嫌犯到现在都没抓着 小米 去把当时的卷宗调出来 已经拿来了 犯罪嫌疑人 顾俊明 林川县马甲钩人 一米七三 体重六十五公斤 惠州日报工作 工作单位体重身高 完全地吻合 有他的指纹和DNA吗 指纹 这照片和凶手看起来差别挺大 这些照片都是几年前的了 再确认一下 好 小马 你去趟电视台 弄清楚这张照片的相关信息 再摸一摸那个选秀节目的底 老刘 想办法弄清楚这张照片上 其他几个人的身份 看看还能不能联系上 小米 局长在局里面吗 刚刚还在 根据李子兴朋友陈健 描述案发时间是 二零一四三月十七号 中午一点 给她打电话过去说 她正在值班 子兴电话 我帮你弄吧 好 我刷过了 好 不好意思 稍等啊 你好 请问你是李子兴吗 是 您是 我知道一些 你们当时选秀节目的事 我想跟你谈谈 你 你想谈什么 你应该比我清楚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今天下午四点钟 我在长顺码头 惠仁酒店 三菱酒等 你 你要干嘛呀 下午你就知道了 喂 这边可以了 她当时说过选秀的事 李子兴的朋友说 犯罪嫌疑人 的确和她说过选秀的事情 子兴 出什么事了 谁打的电话呀 我出去一下 你到底怎么了 有人知道选秀的事 约我笑了四点 在惠仁酒店见面 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是谁你就去啊 那我还能怎么办 万一 你冷静点 万一她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吓你的呢 她肯定都知道 我一听她那语气 她就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知道 他肯定知道 我一听她语气就知道 是 师傅 坏仁酒店 她是时候 她的风景 她的风景 她是会被人感到的 她的风景 她是这个风景 她的风景 她的风景 她是否判许 她的风景 进来吧 认识我吗 案发的那天晚上 李子欣一夜都没有回家 并且电话关了机 所以他的朋友才会找他酒店去 可是到那之后发现他已经遇害了 据说此前李子欣曾经有过非常不好的预感 所以他才会把这犯罪嫌疑人的电话 留给自己的朋友 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电话号码才找到顾俊明的 顾俊明有个弟弟 据他陈叔 说顾俊明找过他 说自己手机丢了 那电话不是他打的 可侦查结果表明他在撒谎 因为他的电话始终都在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 那上面有他跟李子欣的通话记录 这顾俊明家是够远的 我没有想到没法 这儿才能够出来 我没有想到他 你不想到他 在这儿还没有想到他 那边是要想到他 你不想到他 我不能想到他 他不想到他 那边是要想到他 您好 请问您是顾静明的母亲吗 我们是刑警队的 想找他了解一点情况 他已经死了 你们不要再来了 他当年的案子有了一些新的线索 只要弄清楚了 就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那些线索是对他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务必得见到他 他不是说他看见有人偷打手机吗 那人有可能就是凶手 我们需要他配合我们 明白吗 你们要抓他 自己想办法 问我 我也不知道 这几张照片 就是我们拍到的真正凶手的图像 虽然看不太清楚 但是身高 体型 身材 样貌 还是可以看个大概的 你问问你儿子 当时偷他手机的人 是不是长这样 有消息打给我 有消息了 有消息了 干吗停车啊 吃饭啊 为什么要吃饭 你不饿 不饿 我 我饿呀 而且咱们以后是并肩前行 要替对方挡子弹的好战友 这个面子都不给 你去过那么多地方 觉得上海怎么样 不错啊 为什么问上海 随便问 跟你儿子有关了 我知道你们最近正在调解抚养圈的事 要不我给你介绍几个不错律师吧 不用了 我自己的事情 我知道怎么做 真不是 我跟你说这种事情其实很复杂 我们外行根本搞不懂 好的律师非常重要 尤其你不是还有什么后遗证 这种都有可能 不用了 顾俊飞 你确实他 他这会儿进城干嘛 好 他可不会一直就在县城吧 你别跟太紧 你别跟太紧 同家乐事 人家的逢象 咱们就在争吴 都是怎样 尤其你 provider bedroom 那边 那边 摩托车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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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别动 别动 再动我开枪啊 别动 我叫你别动 我们是来帮你的 我们谈谈 我把枪收起来 我们谈谈好吗 我推你们 我 刚刚那个人是不是顾俊明 是不是你哥 说话 不要问 我看见了 就是了 我看见了 就是他对吗 他从哪儿了 不知道 照片他看了吗 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 我已经给他看了 如果没错的话 他会联系你的 老刘 林队 那张照片当中 又有一个女孩的身份确认了 是 名字叫周灿 住在三河口 我联系了他家里 说他三年前 就已经离家出走了 之后就一直没再联系过 三年 他家人都不知道他去哪儿 不知道 一点消息也没有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他不离家 那是 他不离家 他不离家 《小便》 的《小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却不是都渴望宽恕 每个人寻觅的幸福 藏匿在灯火阑珊处 挥霍掉几年泪月的赌注 体会吹声顿足的领悟 等到惩罚被解除 在这生命本痛苦 这城市鲜花的陌路 只残留万千的孤独 谁知道这场不明的沿途 只是神不由己的悔独 用尽全身携手 世上走不出迷迷 迷迷迷 是谁知道这场不明的沿途 是谁知道这场不明的沿途 是谁知道这场不明的沿途